Genevideocopala 推出了一個免費的Part-in VC Org 它是一個做 3D 球體的Part-in 配合 Physical Base Shader 可以做出高質素的 3D 球體效果 我玩了一排,試了不同的可能性 今天, 就跟大家做個 Review 啦 Clifford 李小肥 來自 Dolphinik.net 先說說它的好東西 首先第一樣, 一定是 Physical Base Shader 如果你對 3D 的 Shader 有基本認知 你很容易可以透過不同的 Texture Map 去做出很仔細的效果 而不同的 Texture 之間, 它們會互相影響 所以只要你的 Texture 夠仔細的話 要做出一些很細節的效果是不難的 第二樣, 就是它可以把 Composition 變成 Texture Map 這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其中一個 Feature 來的 它是可以給大家在 After Effects 裏面 自製不同的 Texture Map 給這個 Orb 去用 除了顏色上的 Diffuse Map 它的 Illumination Map Gossiness Map, Bump Map 都可以在 AE 裏面自製到 如果 Composition 裏面有動作的話 這個 Orb 亦都會計算 而且 Diffuse Map 呢 是可以包含 Composition 裏面的 Alpha Channel 即是你可以透過 2D 的方法 去 Mask 走這個 3D 球體的任何一個部份 第三點就是它可以配合 After Effects 的燈和鏡頭去使用 雖然這個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樣子 但是從前在 After Effects 裏面 要做一個 3D 的球體 同時間要配合 After Effects 的燈光和鏡頭 是很麻煩的 而且更加厲害的就是它可以利用 HDRI 圖來打燈 這個在做燈光的流程上是一個很大的方便來的 接著就要講一些美中不足的東西了 首先就講一下 Bug 先 我在嘗試製作不同效果的過程裏面 我經常都會遇到突然間有一格變了白色的問題 而只要我改變一下 Plugin 裏面 任何一個數值 它就可以解決了 但就要再等過 RAM Preview 了 之後就是 Layer Order 和 3D 環境的關係 如果我想製作多過一個球體 我不可以在同一個 Layer 用兩個 Orb Effect 它只會計算一個而已 所以只可以用另一個 Layer 再下一個 Orb Effect 但是在兩個球體需要重疊的時候 它不可以滿足到 360 度準確的重疊 所以大家在製作之前 最好先計劃好你們的鏡頭 另外就是雖然它可以配合 After Effects 的鏡頭來用 但是它不可以計算景深 所以大家只可以用不同的 Effect 人手去製作景深 另一樣最影響大家的就是它的 UV 了 因為它是一個球狀物體 基本上如果你要將它的 Texture 在每一個角度 都準確沒有變形的話 你一定要用到 Spherical Map 而且是要上下左右無縫對接到的 但是要自製這個 Spherical Map 都不容易的 所以大家都是用鏡頭去回避一下 最後就是它不可以填滿它的橫切面 要另外找方法去補上這個部分 再加上之前 Layer Order 的問題 大家要移動鏡頭的話 就記得要先計劃好了 總括來說它好像不太完美 但是它是免費的 而且它令到 After Effects 多了很多的可能性 對於我來說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禮物了 所以大家不妨去試一下它吧 今天的 Review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請你給個 Like 和 Subscribe 我們吧 我是 Clifford 李小肥 下集見